欢迎回到试诚偶约 工作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有些人把工作当成养家糊口的工具 有些人则希望在工作中能够发挥所长 大展拳脚实现人生的成就 但无论我们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劳动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是 十分访谈我们今天就邀请两位嘉宾 来跟我们一起探讨 迈入后疫情时代 我们是否也需要重新的审思 并且思考工作对于我们的意义 马上来欢迎大马西理工学院应用行为 和社会科学中心主管 陈华彪博士和事业规划师陈薇雅 欢迎两位 你们好 欢迎 大家晚安 你好 首先请教陈博士 我们知道这场疫情真的是让不少人都放慢了生活的步伐 也重新思考工作对于自己的意义 那你认为说如今这个措施放宽 边境也重开了 大家是不是会忘记了这段时间的反思 而且又回到原本这种几乎是急急盈盈的生活状态 OK 那我看人们是否会回到原本的生活状态 我个人认为呢 必须考虑大家在反思之后 是否有将其反思的结果转换成行为 然后再将其行为转换成 持续成一种习惯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就算是那个 措施放宽了 OK 那么我们再次回到原本生活的状态的 那个几率将会减低 因为这个情况将会是我们反思的一个提醒 那打个比方吧 疫情期间有些人就觉得 其实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并且会检讨自己的工作 是否有影响身心健康 那如果只是停留在此 就是这只是一个反思的话 很有可能那个措施放宽之后 回到原来的生活 那么我们就忘记这个反思了 当然有些人 他们会更进一步的去采取一些具体的行动 例如他们开始运动 那有些人会慢慢将这个运动的行为 变成一种习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即使大家的工作 慢慢回到疫情前的状态 那些已经习惯运动的人 会比只是随便运动 或者只是想想而已的那些人 对吗 更容易铭记自己在这个疫情期间的反思 因为这个习惯 已经成为他们反思具体化的体现了 那除非是疫情后的工作环境 完全不允许人们继续保留他们这些习惯的空间 不然我认为 只要是将其反思具体化成习惯的人们 或多或少 都还是可以将其习惯融入他们现在的生活 是 其实在放宽措施的那一天我也说 以后我一定还是十点半就会从餐馆离开 但是之后并没有发生 对不对 所以除了反思之外 要去执行改变是非常重要的 想问一下陈小姐你怎么看 这场疫情是否已经永久的改变了 我们人们对待工作的这个态度呢 是的 职场的工作环境 因为疫情已经加速的改变 那么我们在思考的是说 我的专业 我的工作 我的热情 我的任务 那么在这种暂停的时候 你就会思考 我的专业在哪里 我可以靠什么来维生 那么我的热情在哪里 我可以发挥我的强项 我的优势 看到我的贡献的区域在哪里 那么还有就是我此生的任务 很多人在这段时间都会在想一个生命的意义 或者是工作的意义 那在这个暂停之后 即使回到了原来的工作状况 但是心态也会完全改变 是 如果说我们现在真的要谈及到说 工作做我们人生方向的一部分 甚至谈及个人的价值观 或者是每一个人的人格 每一个人的信念等等 我们知道说很多时候工作表现 成为是一种我们个人品格的体现 之前我们知道说在本地呢 有六位准利师 他们在考试的时候作弊 希望能够换取这个职场生涯的入门券 但是最后呢 导致姓名被公开 他们的这个职业生活可能受到影响 在您看来一般在职场上 诚信是否是雇主会去特别注重的品德 是 盖洛普有一个研究 发现就是在ESG的研究上面 就是环境社会跟管理治理的政策上面 那就问到员工 如果我发现我的公司有不法的行为 我告诉我的主管 主管会采取正确的做法 很压抑的是既然有百分之二十的员工 也就是大概五分之一的员工相信 如果我发现有不法 不诚信或不道德的事情 我报告的时候 我的公司会采取正确的行动 那么就表示说公司的政策在那里 但是员工的观点 或者是员工的行为 没有跟这个政策连接 那么从长城来看 以刚刚你谈到这个律师的事件来看 这其实会影响他的客户 或者是大众对于这个角色的观点 所以如何在这种雇主发现 我的员工有不法的行动的时候 其实最早知道大概都是员工本身 就是你会知道别人有不法 那么怎么样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 让每一个人知道 我的公司有不法的行为 或者是我的社会有不法的行为 我可以勇于告诉公司 做出正确的决定 那我想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因为他会对于这个产业 你会有个信任 这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关键的问题 那么至于有些产业 他可能没有一直被提醒 所以怎么样在公司发展的过程当中 让这个compliance能够一致 从设定到执行 就是很重要的关键 那陈博士 我们知道这一次的 这个法律考试作弊事件 一些公众认为说 这些学生的品德有失 不应该再从事律师的工作 当然也有人认为说 年轻人应该获得第二次的机会 也弥补他们的过错 但是从行为学来看 你觉得人们是否都应该 可以获得改正的机会呢 那多数人对于行为的误解 尤其是对于所谓不良的行为 是人们之所以会犯下这些行为 其实就是因为人格或品德 上面的问题所产生的 可是当你去看很多行为学的研究 我们知道其实人们到底会不会执行 某个行为对吗 虽然人格会稍微有影响 可是其实更大的推动原因是 当下环境的因素 那么如果针对此事件对吗 还有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那就是当时在发生这些考试作弊的事件的时候 那当下的环境因素 到底是不是会驱使人们做出不诚实的行为呢 那如果你翻阅有关不诚实行为的文献 例如Dan O'Reilly或者是Franchesco Gino 他们的这个研究的话 你会发现在文献中对吗 所指出的许多可能导致人们 做出不诚实行为的因素 然后你在对照媒体 所报导这个对于这个事件的那个考试环境 的报导 那其实有几个因素在这个事件中都成立 例如考生不需要打开录像机 也不需要安装所谓的防止沟通的软件 更有些传闻说 其实很多考生都有时候会互相询问一些问题 那当然我不是说这六位考生所犯下的错误 就应该被豁免 毕竟也有许多其他考生在同样的环境下 考试也没有作弊 不过当我们在思考是否应该给予这些 考生第二次机会时 除了所谓的人格或者品格的问题之外 其实必须考虑的就是当下的环境因素 是否有利于驱使人们去做出这个不诚实的事情 这个应该也是被应该被列入考量的范围的 陈博士那根据您的说法 那我放两个角度 是根据您的说法 如果说在这个环境具备诱惑的情况底下 每个人的行为表现可能会不一样 那在您看来如果真的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受到了诱惑犯过错的人 我指的是在职场上 要怎么样再争取第二次的机会 针对这一点您有没有任何的建议 那如果是争取第二次机会 那当然就是说 很多时候就是要以行动来表示嘛 对不对 就是说就是在犯错之后 我们也没有以实际的行动去显示 我们已经就是 也不是这六位考生嘛 就是一般人 有没有以实际的行动证实或显示 我们其实已经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 就是说有忏悔或者是说后悔 或者是说有改过自信的那个意念 对 我们知道这个不同世代对工作的意义 有不同的看法 想问一下陈小姐 根据您的观察 身为职场胜利军的迁徙一代 对于工作的意义还有态度 跟其他世代相比之下 有什么比较明显的不同的地方呢 这一群迁徙世代呢 就是年龄介于26岁到41岁 现在是工作上的主力核心工作群的这一群人 他们从一个比较安逸的环境长大 所以他在意的不再只是我的薪水 而是我的发展 不只是我的工作而是我的生活 还有他在意的是不只是我的缺点 我要改善的 还有就是我的优势 我可以贡献什么 以及我工作上面的目的 所以雇主要非常察觉的就是说 他们的期待可能跟上一个世代不一样 不只是薪水 还有就是我能不能上班等等 他们在意的是我能不能成长 我可不可以看到未来 那么怎么样在从雇主的要求工作之外 能够转换成一个像是教练一样 随时跟你的员工做check in 知道他的进展 知道他的鼓励他 然后帮助他成长展现最好的 这常常是经理人在跟清洗世代 现在最重要的中阶工作分子 最重要的一个互动方法 是 可能每个世代真的是对于生活当中 各个层面都有不一样的考量 陈博士我想也在请问您 在这个疫情期间很多人会反思说 其实也许工作真的只是生命的一部分 但是在面对高通膨压力 或者是不得不为三餐而烦恼的情况下 您认为像这样子的心态还存在吗 我觉得应人而异吧 是否能够拥有 类似工作只是生命一个部分的 这种心态其实不是一个 所谓二选一的选项 而是得从几个不同的因素考量 例如个人的经济能力 或者对于物质生活的向往和需求 那如果本身的经济条件比较好 当然你可以有资本或有资格去拥有这样的心态 可是如果生活比较贫困 然后经济也有些困难 那么别说产业了 有钱养家才是最重要的 那当然也有些人 虽然经济条件比较好 可是由于他们对于物质生活的向往和需求比一般人的大 那么对于工作只是生命一部分 应该也是很难认同 那除了经济能力和对于物质生活的向往和需求 那还必须考虑就是所谓生活中所面临的责任和压力 比如如果只是中上阶层家庭 然后又没有孩子又没有开销压力 当然你很容易秉持这一种态度和心态 可是当你拥有了所谓养得育尼的责任 或者说如果说家里的成员生病需要一笔可观的医疗费 医疗费的话对吗 那这种外在的因素所导致的开销压力下 那么就很难保持这种心态 那我个人的看法是没有必要去盲目坚持某种心态 大家只要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和压力 去尽量做到自己能够做的事那就很好了 的确可能这个工作最好第一 还是可以满足到自己心理跟在生活上面的需求 感谢两位 谢谢两位 谢谢 好 稍后我们要一起去了解一位女性 她如何摆脱自己的单一身份 利用她喜欢的事情扩展另一番事业 过着剪辑和烘焙的写杠人生 她对生活有了哪些不一样的领悟呢 我们到后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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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